今天见到澳门博彩股表现都不错 普遍升幅都做到有2%左右 见到石永里澳门午后的升幅现在就再扩大了 升了半成有多 去到7.51那些位置 但为何今天澳门博彩股表现跑出 似乎跟農曆新年有些关系 因为其实根据过去的经验 内地新年假期就不是真是博彩业的真正旺季 反而就是新年过后就比较往长一些 会不会现在开始反映着这种迹象呢 我想都有可能的 不过跟往事不同 今年就继续有小路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想之前 市场对于澳门博彩收益在农业之后 其实都不是说期望那么高的 但是最后出来的数据也是不错的 所以变成都令到这些行业有一个新的看法 或者对赌收的持续向好的看法 就比较强一些 这些也都令到他们调高一些收入的预测 这方面都对赌股来说 带来一定是帮助的 因为始终这个板块 其实去年来说 都是反复下跌了很多 现在来说就叫做低位的 叫做穿定了和消化了一些的消息 所以就开始有些资金 都借着数据比较好 而是重新捕捉回都不足其的